大家好,我是十一宇兰,一起来关心9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来看到111年度第二届中正杯全国运动街舞锦标赛记者会 下午是在花莲县政府举行 那么县长徐正伟和中华民国街舞运动协会理事长沈志慧 共同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111年度第二届中正杯全国运动舞蹈街舞锦标记者会 下午在花莲县政府礼堂举行 现在许正伟表示街舞的技巧真的是令人惊艳 而且街舞真的是老少嫌疑 现在许正伟分享过去曾经参与舞蹈工作室的练习情况 看见多年来花莲县举办各种街舞运动 且培养出优秀的街舞人才 108年我们举办了BOTY 之后在109年全民运 我们的这个表演当中也有街舞的共同参与 那时候的街舞共同应该有百位街舞一起 而且是好几个舞团一起来共同团练 让整个街舞在整个运动界来说非常的风鸣 再到去年 去年我们的也是原住民杯 还有太平洋杯的这个街舞比赛 我想在花莲街舞已经成为是 每一个孩子非常心智向往 而且大街小巷都有人在跳 昨天在我们的这个转运站 我们的公车转运站 也有一组街舞在做开场的表演 那今年的全中运 我们也有街舞 整个融入整个舞蹈剧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花莲在这几年的艺文活动 都是非常丰富的发展 中华民国街舞运动协会理事长 陈志会表示 今年中生杯全国运动街舞锦标赛 迈入第二届 去年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人反应报名不及 这次将广设报名管道 让过去想要参与的朋友们一同来参赛 并且推广各种街舞风格 让国人看见街舞的多样性 记得教育话在不当